观众老爷们久等了 奖金高达350万的荒野独居第十季 最新一集终于出炉了 比赛不知不觉进行了24天 已经有5名菜鸡惨遭淘汰 此时场上还剩下5大恶人在竞争 勒子仁卡特在接连丢了两个路亚后 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鱼网陷阱上 没想到鱼网还挺给面子 第一天就收获了一条10斤重的大肥鱼 省着点吃 最近几天的伙食都不用愁了 但是卡特也挺倒霉的 鱼网只用了一次就快要报废了 他的捕鱼工具仿佛都是一次性的 卡特为了生存只能继续编织新的鱼网 他还剩下最后一个鱼网 没到快饿死的地步他不会轻易使用 目前只要有鱼网应该就够了 卡特加世代靠捕鱼为生 他制作鱼具的手艺那是相当不错 一个结实耐用的鱼网很快制作完成了 卡特还不知道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他即将靠这张网成为人生赢家 画面来到麦奇这里 麦奇和其他大佬一笔显得有些平庸 从始至终他就没吃过几顿饱饭 每天都饿得头晕眼花 能撑到今天全凭意志力在死扛着 为了缓解饥饿他只能挖点浆果吃 蓝莓是他目前最重要的食物来源 虽然外出打猎没有什么收获 但幸运的是他捡到了一块橡胶板 麦奇回到营地完善自己的庇护所 没有比这块板子更能防风的东西了 麦奇将他改造成了一扇门 防火防盗防猛兽 效果看上去相当不错 麦奇是一个值得尊敬的选手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拿到 350万奖金给孩子制定 他不愿意放弃这唯一的希望 到了晚上麦奇胃疼得睡不着 他的精神几乎快要崩溃了 他满脑子都是如何拿到冠军 但以他目前的状况恐怕有点难 麦奇下决心一定要振作起来 第二天一大早麦奇就出门打猎了 今天他运气还算不错 发现一只野鸡正在吃早餐 麦奇果断一发弓箭射过去 时隔一个星期总算是开张了 看来老天爷也不忍心让麦奇黯然离场 麦奇再次燃起熊熊斗志 对此我们感谢野鸡的无私奉献 是他的雪中送炭让麦奇得以留下 麦奇这哥们也太可怜了 镜头来到攀子这里 攀子在森林中四处闲逛 他找到了一个完整的空心树皮 这在别人眼里可能是个不起眼的废物 但在攀子这里可是个大宝贝 他马上就演示了这个道具的正确使用方法 这简直是一个天然的扩音器 攀子可以用他模仿熊鹿的叫声 收集完物资攀子回到了营地 他每天都要确认一遍保险箱中的食物储备 确保食物没有变质腐烂 攀子决定在制作一张鱼网提高捕鱼成功率 他在森林中有不少捕猎陷阱 如果再加上鱼网捕鱼的话 攀子基本从此就可以彻底躺平了 为此他用光了最后一捆绳子 想要赢得比赛就得下血本 这次为了以防万一 攀子搬来石板将鱼网彻底压死 同时他还加上了双重保险 在岸上用绳索捆住了鱼网的杆子 这次绝对是万无一失 就算插上翅膀鱼网也别想飞走了 攀子作为黑马选手果然稳的一匹 仅仅过去了四五个小时 攀子再次前往湖边检查鱼网 自从上次搞丢了一个鱼网 攀子的心里一直十分忐忑 他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 每隔几个小时就来检查一遍 看见鱼网还在攀子提着的心也放了下来 虽然截至目前一条鱼也没有抓到 但攀子并不回心 他家里的食物一时半会也吃不完 攀子决定去森林里碰碰运气 刚走一会攀子就听到了野鸡的叫声 他抓紧机会拿起攻射了一剑 很可惜第一剑没有射中 攀子不舍得到嘴的肥肉就这么飞走 他把最后一根剑也射了出去 但很显然攀子今天运气不太好 不仅野鸡没有抓到 两只剑也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 攀子在森林中找了很久 总算是把这两只剑捡了回来 就在攀子准备离开的时候 那只野鸡再次出现在他视野中 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挑衅 输能忍审不能忍 攀子拉起弓箭就射 这次总算没有失手 再一再二没有再三 给你两次机会都不跑 那就别怪我攀哥心狠手辣了 攀子正准备回营的起锅烧油 又一只野鸡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今天难道是要大丰收吗 攀子一见过去再次射中 直接就是一个双喜临门 这里的野鸡也是够倒霉的 碰见这么一个火炎王 卡特照常出门检查鱼网 接下来的一幕让他直接目瞪口呆 他收获了一只接近40斤的大鲁鱼 如果不考虑变质的话 卡特能吃到过年 这也是本节目自开播以来最大的一条鱼 要么说人比人气死人 有的选手还在绝地求生 卡特直接凭借运气走上人生巅峰 处理这样一条大鱼花费了不少时间 卡特心里别提多美了 只能说爱笑的男孩运气不会太差 卡特开始制作熏鱼干 光这一个硕大的鱼头都能吃好几天 这一大块鱼排更是外焦里嫩 短时间内卡特都不用为食物发愁了 生活内叫一个美滋滋 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超模妮姐了 她是女性选手中仅剩的独苗 谁说女子不如男 妮姐生存了20多天就吃了一顿饭 能挨饿也是一种了不起的本事 随着天气越来越寒冷 已经很难再采到野果了 恶极眼的妮姐开始煮苔藓 好不好吃放到一边 只要能活下去比什么都强 但这种植物很容易刺激胃补 一旦吃多了有胃溃疡的风险 为了减少刺激性 妮姐会煮好几个小时 她能坚持到现在全凭各种各样的植物 别看妮姐平时吃的没有多少 但她的心情和状态都还不错 晚上无聊的时候 妮姐正竖着一颗颗蓝莓打发时间 但妮姐却突然想到了自己的老公 成年人的崩溃往往只在一瞬间 镜头再次回到黑马潘子身上 现在的潘子可以说是吃喝不愁 她总算是把注意力放在了庇护所上 她把那顶旧帐篷拆掉盖成了木屋 这次是照着过冬的标准所打造的 休息时间潘子开始自己跟自己下棋 这也是无聊到了一定的境界 当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时候 人就会有一些精神追求 更何况他们已经在这里生存了近一个月 孤独其实才是选手们最大的敌人 让我们把目光放到奎叶的这边 奎叶前段时间的运气一直不错 每次钓鱼基本都能有所收获 奎叶从那之后钓鱼钓上瘾 有事没事就来胡边抛两杆 今天的食物是手工鱼子酱 虽然那个味道恶心的让人反胃 但奎叶绝对不会放过任何蛋白质 捏住鼻子就是一口闷 这个味道实在是太上头了 奎叶差点人都熏过去 奎叶也开始储存过冬的粮食 他带了一个攀子同款熏鱼架 吃不完的鱼全都做成鱼竿 剩下的时间奎叶基本都在钓鱼 既然已经到了决赛圈 选手们都不敢再继续浪了 没有人会嫌食物太多吃不完 他们绝不浪费任何一个打猎的机会 从早晨一直钓到了傍天黑 奎叶一条鱼也没有钓上来 不过奎叶已经领悟了钓鱼的真谛 这东西比的就是一个耐心 在太阳落山前奎叶终于钓到了一只大鱼 这种感觉简直太爽了 天亮之后奎叶继续完善熏鱼架 他现在有很多鱼都还没有处理 如果不是天气寒冷恐怕早就发霉了 奎叶将整个烤架都摆满了鱼肉 这是他一个星期的收获 绝对不能有半点闪失 所以他必须寸步不离地守在烤架旁边 看来比赛已经进入了胶着的阶段 每一个选手都很能沉得住气 我们的奎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越是顺风局越是不能出门浪 奎叶已经在熏鱼架旁边守了两天了 烤鱼架换了一批又一批鱼 似乎永远都烤不完一样 这就是土豪的快乐 也许是熏鱼的日子太过无聊 奎叶开始改造自己的鱼饵 他希望自己捕鱼的效率能再高一点 改造完成之后奎叶又来到湖边钓鱼 但是这一次奎叶却意外地失手了 不甘心的奎叶继续抛钩等待 但第二条鱼也脱钩跑掉了 这不得不怀疑奎叶的鱼竿改造出了问题 一直到下午六点钟左右 又一条大鱼从奎叶手里溜之大吉 奎叶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鱼饵出了问题 他有点后悔自己干嘛吃饱了撑的 看来今天只能到此为止了 本集的大神们都很顽强 没有人提出退赛 他们已经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存环境 除了尼姐和麦琪之外 剩下的选手都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 比赛进入了竞争最激烈的阶段 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